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人有点不太认识我 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进行 所以我用几分钟的时间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在我们的园林寺 我自己来这边当眼科医师已经第17年了 我的诊所就在古地银行旁边叫做正东级眼科诊所 我就是正医师 然后我除了当眼科医师之外 我行医之语其实最大的快乐跟乐趣 但我的兴趣也很多 不过这几年来 8年前开始进国百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办活动 我想说那我也快50岁了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对社会上有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就立下自己的心里面 小小的一个理想 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说我来推广古典音乐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其实一路走来也讲了快200多场的倒零音乐会 那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倒零音乐会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音乐会 我们今天的音乐会 并不像传统的 就是说有演出者在前面演出 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 那就从楼到尾就这样结束了 你可以从楼到尾都看到我在台上 一边主持一边来讲解乐曲的背后的 作曲的背景的精神 还有请钢琴家做一个示范 这个乐曲里面重要的主题片段 你先示范一下 然后解说他乐曲的形式怎么样进行 然后完之后最后才是完整演出 再来呢 完整演出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不敢急摸 什么意思 我不会一直坐在旁边 有时候我会在旁边用我的手势 用我的肢体动作来配合这个音乐的进行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 音乐它是怎么一个进行的方式 怎么要来的 所以简单来讲 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主持 这个曲目也是我跟音乐家 一再商量之后定案的 然后我在主持 我在解说 我陪大家在那边听 所以各位现在心如瓜爱 我的方式很多元 如果你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来 也看到我在上面跟音乐家互动 整个来讲也是一种表演艺术 就是说这种来讲 你对音乐的了解会更进一步 可是你如果不习惯这样的方式 也没有关系 你就看我们台上的演出者 我们的音乐家的风采就好 甚至说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感觉很感动的眼睛 闭起来听音乐 其实都是很美的 所以我等一下的演出 我们的过程之中 有多元的导明方式让你选择 那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这样的音乐的方式 我用这样的方式 坚持用这样的方式 已经推广200多场了 那希望说 就用一场一场的音乐会 大家能够体验出 这个古典音乐的精致跟风能 开拓我们心里 更宽容的心灵视野 因为古典音乐老实讲 如果没有用适当的方法 让大家有feel 有了解的话 有时候都是音响一直在过去 不见得可以隐蔽到中间的 很美好的地方 好简单的介绍这边可以吗 可以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以最热热的掌声来迎接 我们就住在园林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的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有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到远方去巡迫 为什么 有一位很优秀的音乐家 钢琴家 就离我们这边走路10分钟就好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对不对 十分钟之内必有优秀的钢琴家 江丽琪 江老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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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曾老师 他很优秀 到英国去读书 英国伦敦 皇家医院 然后到刚几年做了硕士 那学养功能非常丰富 我跟他合作了好几场的党名乐会 那今天整个曲目里面 其实有钢琴独座 有钢琴跟女高音来唱几首歌 艺术歌曲 也有钢琴跟男高音唱歌剧里面的选曲 所以其实是蛮丰富的 那前面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中场都不休息 我们一气而成 如果大家需要方便 你这请便就好像没有关系 就是请便达到 就是怎么样 你自己很随意 很自在 然后我们中场不休息 都一气而成 那最后会聊十分钟 那十五分钟 很可不可以 让大家发表心得感想 或是说 你什么进步要了解 你给我们的钢琴家 你可以问我 我们大家 总言之 最后十分钟温存一下 好不好 不要马上走 好可惜 我们讲 讲座 最后一次 大家Q&A 给大家问问题来分享 我们音乐会也是要这样 透过一场一场这样的设计 我相信你会喜欢上 你会爱上五点音乐 保证你会爱上五点音乐 如果听完这场音乐会之后 你走出门 对音乐 一点都没有感觉来 来找我 我替你解决 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到 真的美好的话 请你来找我 我再给你多补习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前面几首 其实都是钢琴儒作 而且主要是推出两个音乐节 一个是我们的肖邦 一个是苏果特 那前面有四首都是肖邦的钢琴 大家知道肖邦是钢琴诗人 你看 钢琴的诗人 这四个字你就可以叫 他的音乐就是这样如诗如画 这样就非常美好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熟的音乐家 那现在我们今天有四首曲子 跟肖邦有关的 第一首曲子就是他的华之 圆如曲 不难了解 圆如曲就是双拍子 那我的解说里面很重视 就是曲式的小小的分析 其实听菇琳乐 一定要感性跟理性兼具 不然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那这个理性其实不困难 经过我深入浅出 活泼生动的解说 我相信绝对不困难 而且我们选择的曲式 也没有那么复杂 等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你前面一定要用心去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曲子是怎么样进行的 然后提刚切瓶的 让你知道你就撩他的胸 你就这个乐曲怎么样进行 胸有成竹 你会感觉看到免疫感的铺层 跟他的能量的加强 力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安排 所以会更有感觉的 好 那第一首我们的圆如曲三拍子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你看三拍子的情况 一开始其实从头到尾 它就是一个ABA 叫一个扩道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了 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一下 假设A跟B代表不一样的音乐 A段出来 B段稍微不一样偏离一下 A段又回来 让你稍微回味一下 那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又回来了 最后一个结束 一个扩道 小小的结尾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现在 A段一开始出来的音乐 你就觉得是悠闲的 就是在跳舞的音乐 这样圆舞曲的音乐 好 A段的音乐 我们请教老师示范一下 好 你看这样就是A段的音乐 对不对 好 B段你 现在音乐进行之中 你认真听的时候 你一定会体会出它的转折点 转弯处遇到 老爸讲转弯处 为什么要这样拉牌 因为有点不一样 你能感觉到音乐稍微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对音乐有熟悉了 而且不是铁马行后在听音乐 已经对音乐有感觉 你才会感觉到音乐也不一样 所以刚刚A段的音乐是这样 B段的音乐 好 好 这是这样不一样 可是没有多久 他又会回录到A 如果你再回录一下 這是音樂的形式裡面最簡單 最不複雜的標準的一個基本的形式 就是ABA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呢 有時候我看到 我今年 我年輕了 我也一點小小的歲數 可是我人生的體會 看到一整個都市 以前常常講說 一個和善對不對 年輕的時候 見山是山 怎麼一段時間 見山都不是山 後來呢 見山又是山 這三個不一樣的人生的境界的轉折 那一樣是山 不同的時間 你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最後如果你見山又是山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音樂很奇妙 音樂是一種時間的藝術 那既然是時間的藝術 前面出現的跟後面出現的感覺是不一樣 你在經過B中間的轉折 你又回來了 你也可以說到B的時候 見山不是山 有時候有點迷途啊 有一點迷失方向啊 後來熟悉的感覺又回來 那感覺是很不一樣 最後一個小小的結尾就把它結束掉 所以這就是一個ABA A加一個尾聲就是擴達的意思 尾聲 好 那現在整個音樂的進行 我會用肢體圓 一開始我會比一 就是A 用一隻手比一 B段的時候我用兩隻手比二 就是B段 再來A段又會比一 擴達我用這樣比一 就是快結束了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這個自己動作就結束了 所以你如果感覺到 什麼是ABA加擴達 很簡單 但是這樣的情況 它的美感的程式就是這樣呈現出來 所以這樣不會很困難吧 好 我們以這類的掌聲 就是您的這首《花姿小拉拉》 《花姿小拉拉》 也許雅 加大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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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